大家走广播节目 啊对 OK 浪姐舞总决赛 七微逆袭夺冠 谢金燕遗憾错失 陈浩宇知足常乐 陈立军逆风翻盘 在浪姐舞的舞台上 每一位选手都以他们独特的魅力和才华 为我们带来了一场场试听声宴 而总决赛的夜晚 更是星光璀璨 激情四射 在这场终极对决中 七微的逆袭夺冠 谢金燕的遗憾错失 陈浩宇的知足常乐 以及陈立军的不屈不挠 都成为了这个舞台上最耀眼的瞬间 七微在浪姐舞的舞台上 一直以其稳健的台风和深厚的功底 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在总决赛中 他以一首歌曲的深情演绎 彻底征服了评委和观众的心 他的逆袭夺冠 不仅是对他实力的最好证明 更是对他不懈努力的最好回报 谢金燕在浪姐舞中的表现一直备受关注 他的每一次亮相都充满了惊喜 然而在总决赛的关键时刻 谢金燕却因为一些小小的失误 错失了夺冠的良机 尽管如此 他的表现依然值得我们的尊重和赞赏 谢金燕的遗憾 也让我们看到了比赛的残酷和不可预测性 陈浩宇在节目中的表现 总是给人一种从容不迫的感觉 在总决赛中 他以一种知足常乐的态度 面对着激烈的竞争 他的表现 虽然没有达到夺冠的高度 但他的那份从容和智慧 却赢得了观众的尊重和喜爱 陈立军在浪姐舞的舞台上 一直以其坚韧不拔的精神 感动着每一位观众 在总决赛中 面对着重重困难和挑战 他没有选择放弃 而是选择了逆风翻盘 他的这份勇气和决心 让他在舞台上 绽放出了最耀眼的光芒 浪姐舞总决赛的亮点 在于选手们的精彩表现 和激烈的竞争 每一位选手都使出了浑身解数 希望能够在舞台上 留下自己的印记 然而 赛制的魔幻和不确定性 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许多观众对于结果的公正性 提出了质疑 浪姐舞不仅仅是一档娱乐节目 它更是一个展现女性力量 和魅力的舞台 每一位选手的成长和变化 都值得我们去关注和思考 节目背后的社会意义 远比表面的娱乐效果更加深远 浪姐舞总决赛 虽然已经落下帷幕 但它带给我们的思考和启示 却远远没有结束 七微的逆袭夺冠 谢金燕的遗憾措施 陈浩宇的知足常乐 以及陈立军的逆风翻盘 这些都是女性 在追求梦想过程中的真实写照 让我们期待下一季的浪姐 期待更多的女性 在这个舞台上绽放光彩 在这个G2-3的娱乐圈巨浪里 第五季的浪姐 就像是面对激烈竞争的小船 努力在惊涛骇浪中保持平衡 可是不幸的是 波兰并没有顺着她的意愿滑落 随着歌手2024 这股更强大的潮流冲击来临 浪姐舞的挑战变得更为艰巨 存在感逐渐褪色 就像是夜空中见影的星光 但愿 不论前方的路途如何曲折 这些勇敢前行的浪姐们 能够抓住属于他们的光辉 让我们跟随这场浪姐舞的武功舞台 细细品味每一次表演背后的辛劳与灵光 正如上述 尚文杰和乔伊斯所献上的生活倒影中法合唱 这不仅是一首歌曲的演绎 更是一次文化的交流 一段人生哲思的表达 令人惋惜的是 这样一次令人震撼心灵的表演 却未能得到应有的认可 只获得了824票 是观众无法理解其深层次的意义 还是我们已经习惯了表面的快餐文化 又或者 再看和解团的破风 这场表演不仅展现了姐姐们的坚定女力量 也让人再次感受到女性力量的魅力 但遗憾的是 舞台的服装设计 成了这场精彩表演的绊脚石 一个优秀的舞台 是演员、音乐、舞美和服装完美融合的产物 任何一环的缺失都可能影响整体的效果 可见 浪杰舞在细节的把控上仍有待加强 正如和解所说 每个人的眼神都很坚定 这是因为他们知道 舞台不仅是实力的展示 更是梦想的证明 此情此景 让人不禁思考 为什么我们总是容易忽视这些艺术家背后的付出和努力 而只看重短暂的成败得失 时至今日 浪杰舞已经进入了激烈的决赛阶段 每一名姐姐都用自己的方式讲述着属于自己的故事 他们的表演是对自我价值的证明 也是对梦想的坚持 即使面对困难和挑战 他们仍然勇敢地站在舞台上 用歌声和舞步向世界宣告 我在这里 我不会轻易放弃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娱乐圈 快速消费的文化渐渐成为主流 较少有人愿意停下脚步 聆听背后的故事 浪杰舞的各位姐姐们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用他们的音乐和舞蹈 讲述着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 他们不仅仅是在舞台上 追求光彩夺目的瞬间 更重要的是 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 传递出女性的力量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我的探索和对梦想的追求 这些舞台上的风采 是每一位参赛者背后 无数汗水和泪水的结晶 他们面对镜头的自信和从容 背后是无数次的排练和努力 他们的每一次表演 都是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这场艺术和梦想的追求中 我们一应深入思考 为何艺术的价值和艺术家背后的付出 往往被现代社会的快节奏所忽略 或许在这个快速消费的时代 我们更需要的是稍作停留 重新学会欣赏和理解这些艺术作品背后的深意 正如《浪姐舞》中的每一位姐姐 他们不仅用音乐和舞蹈展示了女性的美丽和力量 更通过自己的故事 鼓励每一个人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不畏艰难 继续前行 对于《浪姐舞》这样的节目而言 他们的存在不仅为观众带来了娱乐的享受 更重要的是 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和选择 传递出一种正能量和生活态度 这种通过艺术 进行情感交流和价值分享的方式 让人在快节奏的生活中 找到了一丝安宁和思考的空间 随着《浪姐舞》迈入激烈的决赛阶段 我们更加期待这些勇敢的女性能够继续闪耀 用她们的表演向世界证明 即使在充满挑战的环境中 只要坚持自我 勇敢追梦 就能够创造出让人瞩目的成就 我们相信 无论是《浪姐舞》还是其中的每一位参赛者 她们的故事都将激励着更多的人 去追寻那些光芒万丈的梦想 最后 让我们一起站在这些追梦的女性身后 为她们加油鼓劲 期待她们在舞台上展现出更加精彩的自己 同时 也希望《浪姐舞》能够为观众带来更多启示和感动 让我们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 重新找回对生活和梦想的热爱 无论未来如何 这些为梦想付出努力的姐姐们 她们的光芒都将永远照耀在我们的心中 《浪姐舞》再度掀起波澜 每一季都充满了意外和惊喜 而今年的预测又会怎样出乎意料 节目组的神预测似乎每次都与实际结果有些偏差 让我们不禁好奇 究竟谁能在这次竞赛中杀出重围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根据目前的排名情况 预测一下《浪姐舞》的出道席位吧 万妮达目前排名第17 是团队中唯一的说唱选手 被誉为说唱界的武则天 虽然她一开始一直在淘汰边缘徘徊 但观众终于发现了这位宝藏女孩 万妮达的实力毋庸置疑 不论是rap还是唱跳 她都能轻松应对 而她不仅在舞台上表现出色 还擅长活跃气氛 让队里的姐姐们都非常开心 万妮达的成团出道 不仅会是团队的rap担当 还能成为气氛组的重要成员 蔡文静目前排名第四 堪称本季最大的惊喜 她以美声唱腔出场 与甜美外表形成巨大反差 瞬间成为浪姐舞的搞笑担当 网友调侃道 蔡文静的名字是我对她最大的误解 蔡文静不仅可爱 还非常有担当 成为了队长 她在担任队长后 虽然是年龄最小的 但却令姐姐们十分安心 提供了很好的情绪价值 以目前的排名来看 蔡文静出道几乎毫无悬念 苗妙目前排名第十 上一期直接进步了十名 堪称逆袭之王 苗妙一直渴望跳女团舞 但由于她不争不抢的性格 总是抽到甜美风舞蹈 直到四宫 她终于如愿以偿 跳上了女团舞 苗妙的表演 惊艳了所有姐姐和现场观众 最终的成绩 也是对她的最好肯定 苗妙的可塑性和专业能力 出道几率相当大 七威目前排名第三 从参赛开始就一直稳居前三 她的嗓音独特 但首秀的原创作品 却让大众失望 不过 七威对舞台的热爱与尊重 让她一直努力带领团队里的姐姐们 尽管争议不断 但她从未摆烂 而是用实际行动 赢得了观众的理解和支持 陈立军 目前排名第五 是浪姐开播以来第一位乐剧专业的姐姐 她一出场的京剧表演直接夺得第一名 令人意外且震惊 陈立军在乐剧界本就非常出名 拥有庞大的粉丝量 她不仅在京剧上表现优异 台风和舞蹈也毫不怯场 以目前的排名和专业度来看 陈立军成团出道几乎板上钉钉 刘欣目前排名第九排名有所下降 可能是因为她近几期把很多个人表演的机会 让给了其他姐姐 刘欣的专业能力毋庸置疑 她在创作 编曲 舞蹈和舞台把控上都非常出色 她尽力将自己的技能传授给队友 因此她所在的队伍总是能省心不少 陈浩宇目前排名第二 从出舞台之后一直稳步上升 她的表现逐渐引起观众的注意 特别是在三公加赛环节 与留心合作的歌曲过意开嗓便惊艳众人 陈浩宇不仅展示了她的专业度 还展现了她的领导能力和远见 从她当上队长后 队伍里的姐姐们没有阶级之分 所有人都齐心协力 陈浩宇的成团出道 不管担任什么角色 都能做得非常出色 在这些耀眼的选手中 每位姐姐的成长和努力都不容忽视 她们的精彩表现 让我们更加期待浪姐舞的最终结果 无论谁能最终出道 她们在舞台上的勇敢和突破 已经为自己赢得了掌声和尊重 相比之下 蔡文静的反差萌和团队担当 更是让人印象深刻 她以美声唱腔出场 与甜美外表形成巨大反差 迅速成为浪姐舞的搞笑担当 蔡文静的名字可能是观众对她最大的误解 但正是这种反差 让她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喜爱 她不仅仅是一个可爱的姑娘 更是一个有担当的队长 万尼达和蔡文静的成功 不仅仅是她们个人的胜利 更是整个团队的胜利 她们的故事告诉我们 在综艺节目中 个人的努力和团队的合作 同样重要 无论是万尼达的多才多艺 还是蔡文静的反差萌和团队担当 她们都展示了在舞台上勇敢和突破的重要性 这不仅为她们赢得了观众的掌声和尊重 也让更多的选手看到了通过努力和坚持实现梦想的可能性 总的来说 万尼达和蔡文静的成功展示了 在综艺节目中 个人实力和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她们的故事歧视我们 无论面对怎样的挑战 只要坚持不懈 勇敢突破 任何人都可以在舞台上 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就像一句名人名言所说 成功是努力的结果 而不是偶然的幸运 希望她们的故事 能激励更多的人 勇敢追梦 不懈努力